如果你是喜欢越野或者喜欢出去玩的朋友们 这台车一定要关注一下 bj40新成员叫刀锋英雄版 那目前呢 它是发布了一个汽油版的售价 18万9千8 2.0T的发动机 同时呢 它给了你一个很好的越野体验 刚才我们做了一个动态的分享 跟大家再次简单展示一下 我没有想到啊 放眼现在20万之内的价格 能够买到带大梁的 并且呢 它看到没 它是4.0大速比分14区 是目前中端量产生中 这个是给到你最足的 那有大梁 然后呢 标配了后锁 但是它也可以选装前锁 同时呢 好消息是什么 现在出了一个预售版 柴油版的车型是20.9万万 注意啊 是预售啊 按照北汽bj的这个家族的系列风格 bj30做一个参考 一定会给你惊喜的 然后到了柴油版的车型 它可以选三把锁了啊 然后原厂给了你17寸的at越野胎 这是原厂给到你的 当然如果你要追求公路属性 你也可以换装更加有公路属性的车型的车胎 那官方把它定义为 它紧瘦机台 最为车长4970毫米 轴距是2760毫米 其实上的硬派越野的风格车型 没有必要追求这个后排的乘坐舒适性 但是它又给你很好的基础的配置 比如说可拆卸的顶 它是三段可拆卸的顶啊 大概30秒就可以把这个顶拆下来 这点仪式感也是拉的非常之满 微信动力走程呢 是一台2.0T的汽油发动机啊 245匹马力395牛米 全系都是匹配的采F的8AT变速箱 注意是采F的8AT变速箱啊 和宝马用的是同样的变速箱的供应商啊 我点到为止啊 所以说这台变速箱应该会给你一个理论上很聪明的换导逻辑 因为我们今天只是体验了这个越野场地啊 我们用的是高速四驱和低速四驱啊 它在上坡的时候给了你很好的档位的卡入 包括下坡的时候 以及很及时的一个抖坡缓降 还有的档位的控制 这点我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公路属性这台车怎么样 我们没有一个进一步的长测体验 后续我会给大家分享这个公路属性的一个长测 是不是对着起财富 IT变速箱的这个称谓 那今天我们一步的车内给大家聊聊啊 按理说一个硬派越野不需要这么舒适 或者说有点缀性的内饰 但是这台BJ40刀风行版 它也给到你了 那我们坐车内啊 注意看啊 无边框的车本 你要知道这是带大梁的啊 这是硬派越野给你无边框的 而且呢 开创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 很像那种大路虎的感觉 双联屏给到你了 硬派越野给你双联屏 这点我觉得也是 一改我之前对这个车型的一些认知偏见吧 点火按键在这个位置啊 超有仪式感 同时呢 当你切换四驱的时候 这边会显示它的四驱模式啊 低速四驱高度四驱 原厂标配给了你一把后锁 然后坦克掉头 这都是标配啊 我觉得这些标配已经足够足够实用了 如果你非要选装前锁 这个车也是可以选装前锁的 然后采用了一个机械式的一个调节方向盘的方式 不要说的不高级啊 因为越野的时候很多东西是机械更加靠谱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台BG40 它没有忘了自己的初心 就是为了越野而生 同时这个可筛卸的顶 看到吗 非常之轻巧 一下就给你顶钱了 非常轻 所以我觉得它的可把玩性属性非常之强 20万之内的购车一算 你要去寻找适合远方 你要真正去出去豁的话 这台BG40 刀分性版值得来试一下啊 再看这个车的内饰风格啊 这一抹绿啊 配成这种灰色 还有这种亮湿条的感觉 虽然它是一个仿皮夹之物的 但是注意啊 由于是可筛卸的顶 这个顶是可以拆卸的 所以说呢 它是防水防污防油渍都做得很好 就是这个车内完全是可以用来放心货的 作为它紧凑级的主打越野的车型 它的配置其实已经足够丰富了 倒车影像 三轮轮的环境影像 注意是环境影像啊 540的透明底盘 这都给到你了 自动的空调也给到你了 同时还有定速巡航 注意只有定速 没有L2级的驾驶辅助啊 如果你不买这个刀分性版 买这个BG40其他版本 它是有L2的驾驶辅助了 当然这也是中央配才有 但是刀分性型版只有定速巡航 说明什么 这台车是用来玩的 不是用来使用巡航的 那这个大屏集成了540的同米底盘 非常的实用 尤其当你开到坡里的时候 当你视线受线 你感觉不到 你下一个弯或者入坡的时候 该怎么办的时候 它又给你很好的辅助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台 让我觉得可玩性很强 同时呢价格很亲民的 带大量了硬拍跃 总结几个优势点啊 38度的接近角 36度的离去角 然后呢2.0T的发动机 245匹马力 395牛米 永远不用担心动力 8AT的变速箱 AT箱给了你呢 4.0的大速比的分动箱 这些都是我觉得 它最硬核的卖点 所以说你的高车预算 在20万左右的话 这台BJ40的刀砰性型版 既有版车型啊 强烈建议你 如果你说 我嫌这个车费油 还有柴油版在等着你